我都聽不懂 你也不知道這個卡通對不對 我不知道 但這個電影好像超紅的 對啊 我聽他講過很久了 我以前看完了 鬼滅之類 有比什麼 再講一講我好像 我好像通心未滅 OK了齁 開始了 避震器借一下 原廠避震器借一下 哈囉 各位粉絲團的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是聖誕節齁 所以 經理特別做了一個聖誕裝 來跟大家一起來介紹一下這款車 這款車 經理重視的程度到什麼程度 大概是這個月初 我特別坐高鐵到台北 我們的經銷那裡 店家那邊 去介紹這台車 因為這台車 據說一個月銷售破5000台 所以它銷售得很好 所以我們很希望 KT能夠服務更多的車友 來裝KT這系列的產品 那我們先來拍一下這台車 剛剛車一到的時候 我覺得超帥 這個叫什麼 神鬼之刃是不是 鬼滅之刃 鬼滅之刃 因為經理的年紀 跟這個脫節太久了 所以我不曉得這個 這個那麼紅 那這個好像在卡通 那個電影上面也是超紅的 好 那今天要安裝這台車 Corona Cross 這台是油店的版本 其實我自己也非常喜歡這台車 因為我自己的車從來沒有 有辦法油耗省到這個程度 這台車如果正常行駛的話 一公升可以跑超過20公里 因為這台車是Hybrid 這台是1.8升的油電款 那如果正常一般順順開 有辦法超過20公里 超誇張的油耗 那今天這台車的車主 有幾個需求 第一個 他想要把原廠 原廠的話 大概這個17吋的 可能大概 經理手指頭 大概7指幅 到甚至8指幅的車高 後方的話跟前方都非常高 那待會等一下 車主想要的車高 大概剩下大概4指幅左右 沒有降的特別低 但是降低下來之後 再配上這個彩繪的話 整體氣勢又不太一樣 又會好看很多 而且是車主 日後他也要想要升級 18吋的規格 就會更具有更好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一台車 原廠的懸吊系統 這一台Corona Cross 其實它是TNGA的底盤 TNGA的前面 所以它的前方 跟Artist 12代 或者是CHR之類的 會非常非常的像 是一般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但是Artist 12代 CHR 這些的車款 它後方是做多連桿的設定 但這一台後方的話 是托一臂的系統 可是這一台托一臂的系統 它有幾個地方 設計的也不太一樣 有問題 胡子喔 胡子喔 胡子裝上去之後 就不太會講話了 這台車的後方的避震器 一般來說 托一臂的系統 它是做直的 可是 這台車 Toyota設計的時候 它希望它的操控性反應會更好 所以它的後方的避震器 是傾斜呈現這個角度 一般的話 像托一臂的系統 上座的部分 也都是穿過車體之後 做一個兩個橡皮的對頰 這台車 它上面有一個上座的設計 所以在拆裝的時候 維修的時候 更簡便一點點 這個上座 後方的上座 是需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那KT 這台車有幾個非常用心的地方 第一個 為了方便後方阻尼的調整 所以我們把這個正插避震器 做倒裝的方式 所以 調整阻尼的機構 就變成會放在下方 那這個是後方托一臂的彈簧 它的攻擊數其實 不重 它的攻擊數很輕 可是這台車 它的原廠彈簧的預載值 做得蠻大的 那KT的話 為了這台車 我們做的攻擊數 其實也沒有很高 後方的話做四公斤 但這台車 它原廠的規格 也幾乎是一個燈籠狀的規格 這邊外勁比較大 上下都比較小 所以如果這台車 做直捲彈簧的話 糟糕了 這台車後方的乘坐感覺 就會比較硬一點點 所以這台車我們的 後方彈簧設計是四公斤 250厘 刻意不做直捲彈簧 刻意做了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來給這台車來使用 那前面的話比較一般 前面的話 離載串也用原廠就可以 上座的話 這個上座蠻大一顆 上座的話 KT就有附新品了 這個車開不到1000公里 但是 上座當然都是好的 那我們的話也都有附上座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原廠 我們把 避陰器KT的裝上去的樣子 這個避陰器是斜的 它有一個傾斜的角度 這個上座 是需要沿用原廠 這個腳管怎麼會在KT欄 怎麼會在上榜 因為這個是做正插 做倒裝的方式 所以阻尼調整的機構 就變成是在下方 在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顆旋鈕 鏡頭我不曉得有沒有辦法拍照 這裡 從這個地方可以做阻尼的調整 但是這裡的話阻尼調整 比較特別 我們正常 如果由上往下看的話 順時針 它是變硬 逆時針變軟 但這個已經變顛倒了 所以是這樣順時針的話變硬 逆時針的話變軟 所以變成由下往上看的方式 變成要顛倒會比較特別一點點 好 那這個後方的調整機構在這裡 調整機構的下方 這一條就是250長4公斤的規格 上橡皮也好 下橡皮也好 都是要沿用原廠的 這個是一個拖一臂的系統 它的後方懸吊間算蠻簡潔的 後方的設計大概 後方一樣囉 拖一臂的系統 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話 一樣有一個安裝的重點 後面的彈簧 這個是250長 就是250mm 那它筒身要調整到多短 筒身縮得太短 它的彈簧預載太高 它彈簧就會堅住了 它的棒速變高之後 低速坑洞的彈跳感 回饋就會很明顯 就不好做 所以這一個彈簧的預載值 大概做5mm 不是5公分 是5mm一點點而已 所以它縮短到彈簧剛好碰到 這樣就好了 所以這台車的安裝重點 就是這個筒身 不要太長 那也不要太短 OK 那我們來介紹前方 前面的話 它的底載算 在這個地方 是沿用原廠 前面這台車 大家都知道 Toyota的像這樣的小型修理車 或者是RAV4 我們在介紹的時候 都會特別提到一點 就是它原廠其實乘坐的感覺 就即便它已經改了TNG的系統 它設定上還是比較偏向舒適 所以這台車我們在設計的當時 就還是要保留到原來這台車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所以這台車KT在改裝之後其實不會很硬朗 那在彈簧的設計也好 在阻尼的設定也好 其實都有針對這台車來做設定 像這台車前面的引擎是1.8升的 不論是不是油電全部都1.8升的 那這一條彈簧我們配置的就是 這個重量來剛好的設定 7公斤的規格 那這一條彈簧 它也是一樣是做一個燈籠狀的形式 那這個燈籠狀的形式 會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當它在壓縮時候的回彈的感覺 會有大概35%的力道是往兩旁釋放的 所以它的乘坐感覺會比較舒服一點 第二個就是它所能夠上下 它彈簧一樣有形成 可以作動上下的形成 會比直捲式的彈簧還要來多出35% 所以用這條彈簧之後 它的乘坐感覺就會變得比較舒適一點 所以這條彈簧我們經常會在休旅車上 看到KT是這樣的配置 那前面的話有附上座 這台車的上方 有一個隔板把它擋住了 它的防水效果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車主要調整阻泥的時候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這台車我們會針對車主的車子的狀況 像這台車原廠是17吋的鋁圈 好那當胎壓設定冷胎壓設定到正常之後 我們再來調整阻泥 所以我們已經幫車主的阻泥 調整到差不多的段數 像這台車的話 正常一般行駛大概都15段到18段左右 開起來就非常OK了 所以後面的話 阿倫調第幾段 前後的話目前都是調15段 這個段數之前經理也開過 也都非常舒適的一個段數 那KT的用料的話 又更值得來做介紹 像裡面填充的阻泥油 什麼是阻泥油 阻泥油就好像是我們人體裡面的血一樣 在這個壓力的傳達裡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裡面填充的阻泥油我們是使用意大利IP的油品 意大利IP的油品 如果有騎大型重機的車友就停過一個品牌 Aprilia 這個意大利Aprilia品牌 重機 它所使用的避震器指定用油 就是使用意大利IP的油品 那如果有開日系特的車主 很多人都會推崇日本Tim的品牌的避震器 Tim的品質相當的不錯 因為Tim 它所使用的裡面的阻泥 裡面的油風 密封件 就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那日本NOK的油風 已經算是日本密封件裡面的第一品牌 它的單價 零件的單價大概是台灣製造 我們不說大陸 台灣製造大概7倍的價格 7倍的價錢 所以單價雖然很高 可是它的壽命 它的一個產品的妥占率相當的不錯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使用的油風 就是跟Tim一樣 都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那如果針對這台車的介紹 或者是說我們有想要試乘 KT在台灣內銷的部分 我們從北到南都有新銷的據點 甚至像今天有澎湖的朋友 有詢問澎湖也有安裝的據點 那更謊論說國外 因為KT最主要它都還是做外銷為主 那如果有想要了解 看看哪裡可以試乘 或者是針對剛剛經理介紹的產品 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小朋友聯絡 沒有什麼問題吧 沒有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那老公公後面的RU還可以接破 哎呀